企业年终尾牙季登场了 王品集团打头阵 旗开1100桌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办万人尾牙 旗下有超过276家店通通休息 王品董事长戴慎毅 除了变装扮演姐姐 娱乐上万名员工 戴慎毅宣布明年1月1日起 员工加薪1.5%到4.5% 另外店长和主厨还能认股 等于加薪三成以上 戴上假髮换上短裙裤袋 王品集团董事长戴慎毅 率领一级主管大跳电影女王 谢敬艳的姐姐动感十足 我以前一直认为 最难做的是餐饮业 现在感觉是舞蹈业 我真的怎么学都学不会吧 面对经济环境考验 王品仍在2013年交出漂亮成绩 选年度营收12.1亿 较去年同级成长27.53% 品牌数也从去年的11个 增为14个 2013年的拓电数则 较去年增加92加 带上一个喊出加薪计划 甚至员工最高渴望加薪 4.5% 无六支等的中介主管 用员工认股方案 亲同加薪三成 这次全面调薪的话 大概会增加多少人士成本 大概会增加2亿多 大家都这样 这么的贡献心力 我是认为 那2亿多 其实应该我们应该要调薪的 对于未来 戴胜宜说 希望各品牌一年能进增实家电 2020年直营店冲到千家 不过对于年终奖金 戴胜宜态度保留 不肯松口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慧摩 李金金 台湾对不对报导 这个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 我们的正确保